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主日前代價飆漲 但南投市卻有佛心店家 两颗茶叶蛋只卖十块钱 等于一颗只要五元 从去年开始就吸引不少顾客 专程上门光顾 十块钱啊 两颗才十块钱 对啊 很便宜啊 是土鸡蛋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不过仔细一看价目表 两颗茶叶蛋卖十元 但想买越多颗茶叶蛋 单价却越贵 也颠覆一般民众想象 原来店家是返乡轻农 家中鸡蛋自产自销 所以能降低蛋价成本 直接回馈给消费者 但两颗十元茶叶蛋 一人限购一次 主要是不希望整锅被包走 要让大家都能吃得到 因为三颗十块就是 推了一阵子之后 反正都有固定的一瓶人 再来跟我们买 那我们就是想说想要再 让更多人吃得到这个茶叶蛋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两颗十块 分享给更多人 茶叶蛋买越多没有越便宜 反而还变贵 有消费者向说 是店家算错价格吗 如今另类计价方式原因曝光 业者想让每个人 都能吃到自家茶叶蛋 而不是被少数人买光光 结尾兽与南投报道 虽然现在才四月初 但不要忘了五月份的母亲节 蛋糕业者纷纷是推出新品了 但你也会发现说 其实在今年 因为原物料是持续在涨价的 买个蛋糕 价格也变贵 奶油白蛋糕 挤上粉色鲜奶油 再围上围边 放点巧克力和花来装饰 一颗蓬花蛋糕就完成了 另外还有电锅特殊造型 还有热销的巧克力蛋糕 母亲节档期开跑 各家纷纷推出造型蛋糕 不过仔细看看 去年也有的蓬花蛋糕 之前六寸价格五百一十元 今年五百五十元 小涨四十块 原来是原物料寒涨 店价也在四月调整 巧克力更是一年来 大涨了两到三倍 整体成本不断飙升 巧克力包含这个面粉 或者是纸类用品 那这个两三年来都涨蛮多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大宗采购的一个优势 会维持在一定的价格区间之内 浓厚巧克力抹均匀 再撒上巧克力粉 压出花纹 另家蛋糕店则推出 顶级生巧克力蛋糕 和红宝石巧克力两款 庆祝母亲节 不过价格也来到千元大关 早鸟优惠才有九百块价格 它是使用汤奶鑫作为一个立体的雕花 再加上红宝石的巧克力非常的缤纷 成本的部分其实在去年陆陆续续就有观察到了 那这部分呢我们目前都还在观察中 看看市面上蛋糕 许多知名品牌早就突破千元 像是Paul的右键花香 要价1454元 还有蛋糕精品Lady M 草莓生奶油千层 六脆价格就要将近2000元 实在不便宜 物价飙涨 蛋糕店也难称 只能小小涨价 或靠口味和特殊造型 抓住消费者的心 记者叶轩姐张成俊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